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1-1范例1 这是一种测摩擦系数的方法 第一小题要我们测出近摩擦系数 如果各位想要挑一个摩擦力够的篮球鞋 可以准备一个板子去卖鞋子的垫 并且把鞋子放在板子上 当这个板子开始倾斜 倾斜到一定的程度 当鞋子恰好滑下的时候 那就是重力沿着斜坡的分力 跟最大镜摩擦力一样大的时候 像我们现在把重力画出来 重力w 但是我们要做分解 沿着斜坡的方向做x轴 与斜坡垂直的方向做y轴 那重力的沿着斜坡的分力 我们就可以称为wx 那这个往下滑的利勒它其实就是wsinθ 因为我们可以画一些辅助线来判断 好像是这个角 如果是θ 那么这个角也会是θ 所以w的sinθ 就是红色那一段 那这时候有另外一个摩擦力 最大镜摩擦 要反方向 抵消 抵消这个重力 这样子 它才会是刚好滑下来的状态 而最大镜摩擦有一个公式 镜摩擦系数乘上挤压 推挤造成的正向力 那推挤造成的正向力在哪里呢 是垂直斜坡 垂直斜坡的 它跟斜坡有挤压 那这个正向力的大小 恰好会跟重力另外一个方向的分力一样大 也就是跟wy一样大 那刚刚我们说wx就是wsinθ 那wy就是wcosθ 所以这里有两个式子 一个是水平方向的 水平向恰好滑动 抱歉不是水平向 现在没有水平 是x方向 恰好滑动 恰好滑动的时候 最大镜摩擦力 就会等于重力的分力 所以我们可以写wsinθ 就会等于最大镜摩擦力 那接下来呢 再处理y方向的 y方向合力是0 那所以我们可以写wcosθ 它们的大小 wcosθ的大小跟正向力一样 然后我们的最大镜摩擦力 又跟正向力有关系 我跟正向力有关 正向力挤压的力越大 两个表面之间的不平整 就会卡得越紧 那还有跟表面的材质 粗糙度有关 所以还有一个镜摩擦系数 那这一下就解决了 我们有两个式子 把它们做相除 做一个除法 等式的左边都出现了w 等式的右边都出现了n 所以最后得到sinθ 除以cosθ 就会等于右边的μs 也就等于tgθ sinθ 所以cosθ就是tgθ 所以透过这种把板子倾斜 让东西恰好滑下来的方法 只要我们去量板子倾斜的角度 就可以知道这个板子 跟物品之间的镜摩擦系数 那镜摩擦系数越大 它会在更大的角度才滑下 好所以今天题目说θ是多少 45度 所以tgθ就是 1 好所以第一小题的答案 1 好先到这边 待会再算第二小题 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说 那同样一个木块 以及同样一个表面 除草斜面 这一次把它放平的 然后用往下倾斜 37度的角度去推它 那请问当推力为多少的时候 开始滑动 好这里 我们待会也会用到刚刚第一小题 算出来的镜摩擦系数 那首先我们把这个f 37度往下的f 分解成fy 以及fx 一样我们选的坐标 就是 我们先分一下 把这个移到上面去 稍微整理一下 好那么 当它开始滑动的时候 也就是达到最大镜摩擦力的时候 那fx 就会受到一个像 右的最大镜摩擦力 跟这个向右的最大镜摩擦力 做抵消 好那这时候 最大镜摩擦力又跟正向力有关系 正向力有关 它是μs乘上n 所以我们还要算一下n是多少 除了这个向下压的力 会传递到桌面之外 还有它本身的重量 本身的重量 屏幕说它的重量是n 它的质量是m 所以往下的力就是mg 好那么 这时候地板和 木块之间挤压的力 就是正向力 我们也把它画出来 好那么 一样我们的坐标 往右是x 往上是y 分别处理x和y 先来看x方向 水平方向 水平方向也是恰好滑动 那就是 fx向左的fx 它的大小 就要跟最大镜摩擦力 一样大 那也就是μs乘于n 不过要注意这个μs第一小题 我算出来 就是1 这样就把x方向的列式列完了 再来y方向 y方向也是合力为0 那fy向上 啊向下 fy是向下 那还有一个力也是向下 向下的两个力加起来 要跟向上的力 抵消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 那么 接下来呢 会用到我们的这个37度 题目说的这个37度 37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可以把 fx写成 f的cos37 然后把 fy写成 f乘上sine的37度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就综合这两个式子 那我们就可以写出 f乘上 我算37就是5分之4 就会等于n 然后呢 另外一个底下的是 f乘上5分之3 再加ng 也会等于n 好 那这样我们把 上下再除一遍 除一遍的话 右边的n都不见了 左边因为这里ng没有乘以n 所以f不能消掉 f不能随便消 不过 右边n除以n 除下去变成1 所以我们最后可以写成 f乘以5分之4 就会等于 f乘以5分之3 再加ng 好那最后呢 就可以算出 f就等于 5mg 5mg 好就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 这两题的算法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